Hello 大家好 我是Teacher Pauline 疫情要研俊 第五波都不知道何時才完 所以我都投資了一些工具 用來做線上的課堂 去代替麵壽 我在影片上很希望你可以 開心分享一下我用什麼工具 和教大家怎樣去做一個設置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在疫情底下 儘量放在課堂上 都和麵壽系的效果差不多 首先 我想給大家看看 其實我正在使用 一個Audio Interface 這就是我用手機 一個程式把第二個鏡頭 連在我的Syphone 我正在使用 Audio Interface FocusWrite 其實它是搏USB很方便的 這個就是 這個Innerface 搏進這個Adapter 經這個Adapter 轉Type-C 進入MacBook Pro 之後 這個Innerface 我就用兩支麥克風 一支就是搏著我現在 在說話的這個麥克風 是一個中國製造的 比較不太貴的麥克風 先用著頂著 因為賣的時候 它是連著麥克風 一起 所以我不用在疫情期間 再撲 另外一個也是 我用來做影片 錄音很久的一個麥克風 DPA 駁了這兩個麥克風 這個小提琴麥克風 我就可以駁到小提琴 做示範的時候 就會更加清楚 我再在這裡 展示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我的DPA麥克風 把聲音搏進去Logic Pro 這樣效果會更加好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這個 Squatch Scream 軟件叫Logic Pro 我特地為了開一個 叫Lesson 我設定了 如果按這個 你就會聽到 嘩 很強的 Rework 因為這個不是我們說話的 這個就是 先做 那我講這個就是用麥克風說話的 我剛才教的那個是 FOR LAI CUM 我選擇這個麥克風 只是這樣說話用 如果說 兩個 我想一邊拉琴 一邊說話 但沒有Rap 最原則 拉多一點 拉少一點 方便教學的時候 一邊說一邊拉 那我就用這個設定 那 好了 究竟這個 做法怎樣做呢 首先 我因為有一個 我用MacBook 有Logic Pro 如果沒有Logic Pro 因為Logic Pro 要付錢 要買 那如果用一些免費的 Garage Band 也不錯 那你就可以上一些 教學的課程學 怎樣去做一個Mixing 找你想要的聲音 那就可以一起用了 那首先 你 但不是這樣 下載了Logic Pro 就下載了 你需要下載一個軟件 那我們現在看看 分享那個 那些 你需要下載一個軟件 叫做 Black Hole 那其實呢 你只要在Google那裏 找這個軟件 對 填一點資料 那就可以免費下載這個軟件 那下載了之後 你呢 就可以再做以下的設置 那就是要 在 這個 Application 如果你是用Mac 就找回 Utility 我數一次給大家看看 這個 Application Utility 然後找回 這個 叫做 Audio MIDI Setup OK 那你就會出了這個 彈了這個出來 然後呢 你要做一點點東西的 就要 做一個 叫做 Black Hole 的 Archic Gate Device 在這裡加 CREATE這個 那我已經做好了 那你就要 按回 Mic hole Sorry 是MacBook Pro 這個Microphone 按回 還有這個 Scarless 就是FocusWrite 還有Black Hole 然後 然後 再做一個 叫做 Multi Output Device 這個好像 本身已經有 如果沒有就在這裡 製造一個 那 又是 檢查MacBook Pro 的Speaker 還有這個 FocusWrite 還有Black Hole 那 你呢 這個 是要調校44.1 KHz 那你記住 這個 你一定要 設定 即是主力的 啊 還有記得 這個 我抄到別人就結束了 那你記得 在這裡調校 那你是用 Multi Output Device 好 那 OK了之後 關掉 那大家 我們回到這個 Logic Pro 那 Logic Pro 那裏我們呢 就要 開個File 然後就 要開些Track 那我剛才已經示範了 左整音不同的聲音 那你按回你們的喜好去Setup 都可以的 那 但是就要留意在Preference 那裏 的Audio 就要做一點點東西了 那 大家呢 要記得 謹記 你呢 這個 Input Device 就是用我們現在的 Innerface 加 Scarlett 那 那 Output 記得是調校的 因為你要把這個Output 勾出來 記得要按Apple Chain 做完之後 那 然後呢 你就可以回來 這個 Zoom 這裡 去這個Journal Audio 的Setting 那 在這個 Speaker 你喜歡 你用你的Headphone也可以 或者我是用現在的MacBook Pro 裡面的Speaker 那麥克風那裏 我就會把它改成用 這個Black Hole 16inch 的 對了 那其實呢 就會成功 把我現在 這個 Logic Pro裡面的 音 傳出去 那 還有一個好處呢 就是我教了 譬如我在電腦裡面播放 東西呢 這裡都會收到進去的 那就不會有latency 還有呢 還有呢 有一件很好的就是 我可以 示範演奏 的時候有backing track 還有甚至呢 可以展示 樂譜出來的 那我現在試一下 示範給大家聽聽 那我先把Logic Pro 的Setting 叫做Voline 一個Voline 混合了有些reverb的聲音 那我拿了麥克風 讓大家看我清楚一點 OK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留意我们最新动向 我会常常做Livestream的表演 还有在Live Session的平台做音乐分享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Pimo Vico Music 我们会继续做更多影片 让大家在家里不用太悶 期待下次再见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拜拜